CB第九轮,辽宁和山西再次相遇。 前者在阵容完整的前提下,后者望撤墨迹,分岔一度被拉打至39分,早早失去了胜负旋逆。 不过,在比赛过程中,郭艾文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,连持两个技术犯规被驱逐出场,成为赛后最受热议的话题。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咱们先来详细回顾一下。 说实话,赛后裁判受到铺天盖地的质疑声,一点也不晕。 这事发生在第三届还剩4分50秒时,郭艾文轻松突破上栏命中,随后喊了一句,反规了。 或许现场还听到了不太合适的词语,裁判直接给了郭艾文一个技术反规。 随后杨明劝郭艾文要冷静,后者还是去和裁判解释了一番,可就在他返回替补席时,又响起了一声哨声。 现场语音播报道,郭艾文累积两次技术反规,被驱逐了。 从直播画面中,很难发现郭艾文有什么特别出格的行为。 因此,裁判第一时间被网友质疑。 但是已经判了,比赛也结束了。 目以乘舟,由于郭艾文在被驱逐后的行为,接下来,需要考虑有可能被追加禁赛。 根据规则显示,当场被驱逐的球员会自动停赛一场,意味着郭艾文又将缺席一场比赛。 但由于他在得知自己被驱逐后,久久不愿下场,让人不得不担忧有追加禁赛的可能。 就在前几天,老叔郭世强就一位严重干扰比赛进行,被停赛了五场。 如果将郭艾文这次的行为,也定性为干扰比赛。 结局应该也会是追加禁赛。 这里需要和部分球迷打以解惑一下。 赛后讨论的声音中,不少人提出, 郭艾文有手指裁判和撞击裁判的行为,比赵瑞还要恶劣。 其实不是的,从回放中,可以清晰地看到郭艾文手指裁判, 发生在已经被吹罚技术犯规之后, 也是他被吹第二次计犯的主因, 和赵瑞指的裁判口吐芬芳, 不一样,也不会存在一次行为,赛后追加判罚的可能。 至于撞击裁判, 这一幕发生在已经累积两次技术犯规后, 郭艾文仍想找那个裁判理论, 就走了过去,而那一名裁判去劝阻, 用身体故意去挡住郭艾文, 因此两人发生身体接触, 和郭艾伦主动的,两人也迅速分开, 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。 其实,有可能对郭艾伦追加判罚的两个细节, 一个是他是否被定义为干扰比赛进行, 以及成都是否达到了追加的级别, 参考对象是郭世强指导, 而另一个就是他赛后的发文, 他写道, 我不能理解, 简直笑话, 我去打游戏了, 再见。 很明显, 这是在嘲讽当职裁判, 而从过往的经验来看, 广东球员赵瑞曾在赛后类似发文, 然后被追加处罚了, 因此, 这段文字到底算不算讽刺裁判, 也是能否追加处罚郭艾伦的依据。 综上, 从规则上来讲, 郭艾伦确实有可能会被追加处罚, 可从情理上来讲, 他不该受这么严重的处罚, 裁判应当负有主要责任, 接下来, 就看蓝星会站在哪一个视角处理问题了。